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把所有的数字累加 1加9加9加4加0加5加0加6 出来是34 就是拆开逐个相加就对了 但是各位啊 没有生涯运数34的 所以你要在2度处理 3加4等于7 所以7就是我最终的生涯运数 OK 好 那也就我们俗称的7号人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计算方法啦 所以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先来自己推算一下咯 那我们这一次的生涯运数的这个解说呢 会分为3期 所以呢 这一期呢 我们将会解说 1到3号人啊 在今年2022年的大运啦 那首先呢 我们来解说一下1号人 好 那其实生涯运数1号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阳刚的数字 所以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1号人通常都是比较有男孩子性格的 那1号呢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冲劲很强 行动力超强 但是呢 好听呢 叫做冲劲 难听就是冲动 对 因为听起来像有男孩子的大嘞嘞的那种性格 又冲动的话 应该很容易得罪人吧 所以1号呢 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行动的数字 创新的数字 但它不是很细腻的数字 所以它是行动力非常强 对 那在2022年呢 老师给1号人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 所有旧的东西 今年暂时放一边 去拥抱新的东西吧 新的思维 新的想法 新的做法 包括新的人脉 新的老婆 新的老婆 说的我没有说 好 OK 那他们今年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呢 2022年 我给生育艺术一的人 搞一个特别特别的提醒 就是因为你直率 你直接 所以在今年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口舌 不要口无遮拦 那凡事呢 三思而后行 否则的话呢 你不经意说的话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可能今年犯小人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要特别小心 那紧接着老师我们来说说 二号人的今年的大运吧 2022年对于二号人来说的话呢 是很不错的一个年 那以先天天赋能量来说 二这个数字的人本身来说 查颜观色能力就比较强 而且呢 对人来说就是有同理心 他天性就懂得换位思考 而且他喜欢团队的合作 还有不喜欢勾心斗角 他喜欢的就是以何为贵 那在今年来说 整个2022的磁场 本身就是一个柔软的合作的一个能量 所以对二号来说 是非常驾轻就熟的 那二号 今年给你一个策略哦 就是尽量去多帮助周围的人 但是不求回报 让大家欠你人情 好吧 你反而在今年的整体来说 你得到贵人相助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觉得像这样二号人呢 他们就是性格也是比较开朗型吧 才会那么开朗的就是面对大家 然后帮助大家 二号其实跟熟人才开朗 他不熟的他是很开修的 OK 那他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在今年 那在2022年呢 老师要给二号人的最大的提醒就是 你本身的话呢 什么都好 就是优柔寡断 耳根软 所以今年的话呢 不要太听信旁人的建议 你应该要冷静 什么事情我建议 不要当下答应 或者当下相信 多给这一点时间抽离 观望观察 再做决定 可能会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破财或灾难 所以意思是这样说 如果是朋友建议他某些东西 他应该要自己多加了解 或者是先吸收消化才做出决定 不要立刻随之起舞 对 OK 好 那我们来说说三号人 那三号人的天赋特色 口才表达力是九种数字里面最好的 而且通常三号人都非常有才华 像我一样 我都常开玩笑说 三号人要生在古代 男的就叫江南才子 男的就叫江南明记 琴琴诗画样样精通 那我想呢 大概除了教科书以外的 所有的杂书三号都看得蛮多的 那整体来说 三号还有一个最大的天赋特色就是 他有很多鬼点子 想法 创意性非常多 创意性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在2022年呢 老师给三号人的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 今年不要再一直用惯性的思维在做事 你可以去放掉一些旧包袱或旧框架 去用一些新的思维 来贯注到你现在的事业上面去 就大胆地应用自己所想出来的新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新的观点 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 就是说今年反而一些惯性的思考方式 是可以把它抛掉的 但是呢要特别注意今年的陷阱 我只是教你要换位思考 包括是新的思维 我没有教你乱换工作 因为刚刚我还想说 哇换一个新的思维 这样是不是适合在今年跳槽 或者说换个工作 我倒给三号人建议 今年坚守你原来的单位 除非你真的干不下去了 否则今年我倒是这样给三号人建议 一动不如一进 那刚刚江老师 最后我们分享了关于 一号到三号人在今年的大运 还有呢就是该注意些什么东西 像一号人要注意自己冲动的行为 注意小人 二号人就要注意自己的耳根子软 不要乱下决定 三号人虽然是有很多创意 但是一动不如一进了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 老师在今年的二月 将会有一场活动 要分享给大家咯 在2022年2月12号 迈克老师将在线上 举办亚洲很盛大的 2022年全年的生涯运数的 运势策略大会 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 老师呢会把2022年整个地球的 数字变化的磁场 跟整体的运势 给予大家一个具体清晰的概念 跟策略 另外今年是虎年嘛 如何在虎年虎啸风生 如何让自己节节攀升的 所有的策略秘籍 我也不吝啬的 会在这个大会中跟大家分享 好的 如果想要知道报名的详情的话 可以去到老师的官网去查询咯 所以呢 这一期呢就是一号到三号人啊 四五六号人 应该等的也等不及了吧 做也做不住了吧 那你们就要等我们的下一期咯 不要走开 只有一点核心 娱乐和科技等资讯的平台 各平台总粉丝人数 超过四百万人 透过各大平台 创达最新最好玩的资讯 超好谈 一档轻双反弹来节目 超会反弹 超好谈 为大家收容十下最新 最奇特 最潮的人事物 你是那个乘客 你们不要怕 我们可以的 马上按赞 并关注我们 让你得到第一首消息 一点也不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